然後我爸昨天就是特別打給我說 欸你那個肚子真的 過年的時候看到覺得太小了 你不是真的會生的嗎? 他有的體重會不會不足 或者是什麼 早產 然後我就聽到就是想說 我怎麼會有辦法講這樣的話 我說你要不要先去上上卡內基 學學說換衣服 你之前換衣服跟寶寶還關的? 寶寶之前應該沒有 但沒有啦 出來了 最近那個寶寶跟小綺旋呢 就是暴戀情 就被拍到就是出入那個內湖武器的豪宅 小綺旋認識啊 認識 熟嗎 我之前還有撿到他的毛骨 旁白哥抱抱楊晨熙運起不關機 老爸怕他早產 撿過鄰居小綺旋的貓沒看過寶寶 現在大概八個多月 現在大概七週六就要睡 我現在大概五十五年左右 因為我在沒有懷孕之前就已經 不知道為什麼 我其實沒有想悲癒的 那時候就差不多胖了兩個 懷孕之後胖好像 差不多快要七公斤 然後我爸的主人就是 特別打給我說 欸你那個肚子真的 我過年的時候看到覺得 太小了你不是都要生了嗎 他有體重會不會不足 或者是小早產 然後我就聽到就是想說 我怎麼會有爸爸講這樣的話 我說你要不要再去上上卡內肌 學學說懷孕 我跟你講他新觀念沒有 就是像以前要胖到這麼多 八到十二公斤 就是才是健康 放棄 健康 超級 超級 現在照碩是 我已經不可考了 F以上都可以 幾乎是不穿正常的內衣 因為就是真的會有一點黑黑 我有做功課 運期的前期跟後期其實都要 稍微立下比較安全 那其實中期是可以的 所以中期有開 所以這次會是跟寶寶徘徊的 寶寶之前一拍 寶寶之前一拍 寶寶沒有到 寶寶 最近那個Toys跟小齊炫 就是爆戀情 就被拍到就是出入那個 內湖武器的豪宅 是憲哥那一棟 然後你好像也是住那附近 我真的是看新聞才知道欸 有看過他們 我真的沒看過 沒看過 我比較少看到龍旗拍欸 喔 還是因為 他可能前後找的不太一樣 因為他不是瘦身滿多 然後變得比較心難 小型軒認識 熟嗎 啊 我之前 還有撿到他的貓骨 因為他的貓不小心跑出來 然後在樓上顯碰這樣 我那陣子很常在我一次去撿到貓 大樓的那個 秘書保全他們 反而又不清楚哪一家是養什麼貓 長什麼樣子 我比他們現在都還清楚 是喔 三里娛樂新聞封你為撿貓大使報道